8月无可奈何!英国竟然收留英拉!英拉再占泰国政坛! 2017年8月,泰国前总理英拉因大米收购案逃往海外,此后有媒体曝光出英拉在新加坡、杜拜以及英国出现过她的行踪。 此外,据日本媒体报道,当地时间3月29日晚间,英拉和她的哥哥她信献身日本,出席日本前自治大臣石景一的新书发布会,并上台讲话。 8月的美梦变成了噩梦。英拉被此大国收留,重返政坛已不再遥远。 英拉和她信在日本的高调量下,让泰国总理巴育高度关注,并呼吁日本政府抓捕二人,不过被日本政府断然拒绝,但泰国总理巴育一直没有放弃对英拉的追捕工作,并呼吁世界各国不要给英拉签证,希望让英拉回国自首。 泰国总理巴育的呼吁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,英拉不仅可以到世界各地游玩,而且英国还给英拉提供了帮助。 据外国媒体报道,泰国前总理英拉正式获得英国十年的长期签证,这意味着英拉可以在英国安心地生活,同时还可以关注泰国的政治走向,甚至可以为大选出了划策。 据专家分析,英拉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,毕竟泰国民众特别拥护英拉,重新登上泰国总理的宝座已不再是梦想,很有可能会变成现实。大家认为呢? You may like You may like